大家好,這裡是鬥魚工作室 我們收到一些朋友的問題 答應了在這裏拍片介紹和解答 有朋友問我們怎樣去養水 怎樣用什麼水來養我們的鬥魚 我用的方法是舊水的養法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我自己的心得是用舊水來養 我會長期養我們的水 到換水的時候就直接用舊水去換掉 換部份也可以 因為我們準備好的水已經可以完全用得 大家看看我們怎樣準備這些舊水 我用這種膠衣箱去養水 怎樣養呢? 我會先放一大盒的水喉水 裡面會放幾袋生物環 用來養菌 之後我就會在這些水裡面試試看 我會加這兩種東西 一支就是這個Stretch Coat Stretch Coat 可以清除水裡面的氯氣和重金屬和有害的物質 還可以保護魚的黏液層 它有盧胃的成份,它叫居民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消化細菌 它是抑菌 用來讓水裡面的生物的過濾網 就建立好 我把兩樣東西適當地加了一個磁水 跟回份量用 通常都是一個這樣的膠箱 幾十公升 跟回份量之後 我就會打氣 打氣之餘 還會加上攬仁葉 攬仁葉是加多少 以及怎樣呢? 你看到池水現在變成好像茶色一樣 我就會把攬仁葉加到變成茶色 然後拿起它 吹乾一下再用 因為攬仁葉一次好像泡茶一樣 那未必泡了出來的 裡面的葉的成份 那也可以說 除了乾的攬仁葉之外 乾的椒葉都有相同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希望今天講的方法 可以解答到大家的疑問 也分享到我們養魚的心得 還有補充一件事 水溫要注意 因為如果你們養水是養在室外的話 和室溫如果差太遠 或者冬天這樣算 最好在養水的這個水的衣箱裡面 就加定暖管 保持水溫是穩定的 因為水質和水溫的突然的大轉變 是有時候會導致豆魚很大的衝擊 導致他們身體健康上受到很大的影響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有其他的心得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頁面上留言 多謝大家